大家好,我们又见面了,我们聊会儿天吗?我们可以聊五分钟,聊五分钟的天。 今天呢,我想带大家来看晚霞,所以现在是下午,有可能是五点多的时间。 因为我和朋友经常在市区见面,我们不常在这里见面,所以很少来这里。 我今天见了一个朋友,我们是在金安寺见面的。 我们差不多见了两个小时,然后我们一直在聊天。 他在聊他最近的事情,最近的改变。 我也在聊我最近的事情,所以我们一直在说话,一直在聊天。 我们聊了大概有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,很开心。 是的。 所以呢,我今天非常的开心。 我听别人说,今天有可能会有晚霞,所以我就来了,带大家来看一看。 我看到什么,我就给大家看什么。 当然,我看不到的,你们也看不到。 是的。 啊,今天其实已经很热了,所以这个天气,我想去游泳了。 每次夏天的时候,我都很喜欢游泳。 嗯,有时候会一个星期三次,四次。 最多的时候,一个星期五次。 然后每次在游泳馆会游一个小时的泳。 如果游得很开心,会两个小时。 哦,不过两个小时很少,因为太饿了。 每次我都好想吃东西啊。 好的,好的,我们马上就要来到江边了。 哦,大家看到了吗? 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,好漂亮。 哇,以后我应该带我的朋友来这里。 这个地方太适合玩了。 这个地方很适合见面,喝酒,约会,聊天。 好的,好的,我来到了江边。 好,我可以给大家这样看一下。 以前我和朋友我们去过,有一个叫做冰江公园。 那个地方对宠物很友好。 你可以带着你的小猫小狗,猫猫狗狗。 很少有猫,有很多狗。 所以我有时候很想撸狗的时候,我就去那个公园,摸一摸别人家的狗。 嗯,是的,这个地方没有。 哇,这个江边好漂亮呀。 我的形容词怎么这么少,我以后要用南的中文来说。 现在只会说很漂亮了。 我们可以往前走。 我今天是坐地铁来的,嗯,我会开车,但是在上海的话,交通非常方便。 所以,嗯,我会开车,但是呢,我很少开车。 我们往前走,所以开车呢,也是一个离合词。 你可以说,我今天开了一个小时的车。 我今天开了十个小时的车,我太累了。 都是可以的。 所以我们今天说了几个词呀,今天说了见面,聊天,游泳,还有就是开车。 它们都可以从中间分开,然后你可以放一个小时,或者时间就是半个小时。 像见面呢,我们不能说见面朋友,你只能说我和朋友见面。 我和朋友在,我和朋友在,嗯,酒吧见面,我和朋友在餐厅见面,嗯,我们和朋友八点见面。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,因为这是你学中文的时候,嗯,很快就会遇到的一个问题,所以不要出错哦。 那这期的视频,就让我们以新日的夕阳结束吧。 拜拜,我们下期见吧。 可以给大家多看一下。 既然带大家来看了,哦,我站得离这个江边有点太近了,我有点晕,我后退一下。 现在舒服多了,我找一下一个机位啊,看哪里比较好看。 好像这里好看。 不行,太近了,太晕,可以这样。 哇。